11月25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大陆艺人孙丽小时候 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 12岁时父母离婚 法院当时判决他监护权贵为母亲 同时他们也只收到人民币2000元的抚养费 从小到大对爸爸总是不愿多谈 更有传闻指出他看透了父亲 不过就在认识老公邓超之后 被说服放宽心 妈妈说的话也深深打动他的心 父母离婚后 妈妈独自抚养着孙丽 过了七年居无定所的生活 即使成长在贫困辛苦的家庭 她并没有因此而失去 从小习武并且在学业及艺术上都有亮眼表现 凭借着努力不懈尽全力的态度 现在已经是大陆一线女演员 精湛的实力演技也是有目共睹 不过对于家庭有传闻指出当年母女两是被抛弃的 她虽然曾经否认过也不愿多谈 但该消息人传得沸沸扬扬 并指出她恨透了父亲 不过孙丽与戏剧圈有了良好发展 家里经济状况也变得优渥 父亲的生活却仍然惨淡难过 原本的心结也在遇见 邓超后解开 就因为她听见老公说父女之间有时要过不去的 天下没有哪个父亲是不爱自己女儿的 你爸那样做肯定是有他的难处 你如果和他这样较劲 将来后悔的一定是你 当孙丽决定要解开对父亲的心结 要在上海买一间房子给对方 征求母亲意见的时候 没想到妈妈一口答应 当时妈妈告诉他 就因为他爸你给了我 我可以原谅他所有的错 这句话从此刻在他的心上